HELLO 我是烏龜 今天要跟各位分享一下部落站的幾場精彩的進攻 第一場要來看到的是由命他所帶來的蝙蝠雪怪 命他在靠近大約九點外側的地方下了大守護者進來 然後在八點這裡是下了一組寶寶龍球 在大守護者的身後用氣球探一下陷阱 然後跟上了天使 接著在十一點外側的地方 使下了蠻王還有工程訓練營來斷邊 在靠近十點跟十一點中間這裡是有一個缺口 可以讓部隊走進去靠近對方大本營的 在這個位置的外側是下了雪怪還有藍胖 把大守護者引了過來 蠻王也是開了技能趕快把外側的建築物清掉 現在所有的部隊都會從這條小小的巷子走進去 走到對方大本營的旁邊了 而在大本營的前方已經預丟了一罐彈跳法術 主力部隊配合一罐狂暴法術還有大守護者的無敵技能 處理掉了對方的大本營之後 準備要往陣型的中間再跳過去 工程訓練營裡面的野豬跳了進來 命的手上有自己帶了一小隊的野豬 始終側邊下進來準備要跟工程訓練營的野豬部隊會合 現在在陣型靠近中間的這個位置 我們的部隊已經拆掉了對方的第一座投石機 還有對方的天鷹火炮 在三點外側的地方是下了小王進來 直接先把靠近三點內側的這座法師塔給帶走 而在九點外側的地方則是下了蝙蝠法術進場 目前看起來這個小王好像也可以把四點的這座法師塔給帶走 現在開了技能把這個法師塔都打掉的話 我們的蝙蝠就沒有任何的天敵了 手上扣著的冰凍法術看起來是不需要用了 等等這個女王呢 女王是根本都還沒有下出來嗎 女王忘了進場啊 這下要讓了一個女王就拿下三星了嗎 太漂亮了吧 真的所有的防禦建築物都打完了 剩下收尾而已 最後是扣了兩個冰凍法術還有女王 完成了這個十三本的蝙蝠雪怪三星進攻啊 我這個話好像有點說得太早了 好像最後有一點時間上的壓力 所以命被迫在最後一刻把女王下進來幫忙收尾 壓秒拿下了這個三星進攻 依然是非常的精彩啊 我們來看一下下一場進攻 接下來這場是由邪惡他所帶來的閃陣礦珠 對方的城堡旁邊有女王還有火塔跟大守護者 他等到女王跟大守護者走在一起的時候 哇閃電直接劈下去把他們全部都帶走了 最後再丟一個地震把城堡也一起帶走 這個前戲是還蠻賺的 現在在靠近七點還有五點外側的地方 邪惡是用隱密根腐靈來幫忙斷邊 準備要在六點的地方下出女王 好現在七點跟五點這邊的斷邊工作都已經完成了 在六點外側這邊下了女王進場 用氣球探一下陷阱然後跟上了天使 冒了幾座電塔出來應該是不成問題 好現在女王把外側的電塔打掉了之後 這個小屋小屋打掉了應該可以轉進去靠近大本營吧 我們來看一下女王打掉了小屋之後 太好了轉了進來 這樣子就可以順利的打爆對方的大本營沒問題了 打爆了這個大本營之後 這個陣型的六點這一整個區塊就被挖掉了 接下來因為是對稱陣型的關係 看一下我們的女王往哪一邊走 我們就可以準備要下出我們的斷邊部隊 然後讓礦珠部隊進場了 現在女王看起來是往右邊走 所以邪惡是在靠近三點外側的地方下了蠻王準備要來斷邊 這蠻王好像一進場女王又回頭了 往九點的方向走 所以邪惡被迫在靠近九點的地方 下出這個工程訓練營也是要來幫忙斷邊的 不知道來不來得及幫忙斷邊啊 女王已經慢慢的走過來了 少了蠻王的話斷邊的速度是會影響非常大的 女王在這邊血量好像是有點低 不過沒有面對到太多的防禦劍組 同時打在他身上 所以也不需要太擔心 現在礦珠部隊是從八點鐘的方向下進來了 後面跟上了大守護者還有小王 壓了無敵 因為即將要面對到對方的投石機 還有天鷹火炮的攻擊 無敵的效果失效了之後 趕快補一罐補血給我們的礦珠部隊 而工程訓練營裡面的野豬也已經跳進來了 在陣型中間的地方 是用冰凍法術動住了對方的天鷹火炮 幫忙爭取一點時間 好礦珠部隊走了過來 把天鷹火炮拆掉了之後 還要面對對方的第二座投石機 所以補血也是繼續的丟下去保護他們的 在陣型中間我們的女王殘血了 哇看起來好像是活不下來 不過沒有關係 我們剩下來的礦珠部隊還很多 而且小王非常的給力 剛剛把靠近十二點內側的單體火塔拆掉了之後 現在是開了技能把對方的投石機也都帶走了 最後就是由這個小王以及大守護者 和村侯下來的礦工一起收尾拿下了三星 天鷹礦珠原本的穩定性以及容錯率就很高 現在在搭配上了閃正法術前戲之後 似乎是把這個流派又往上提升了一個境界 現在的成功率好像比以前又要更大了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也是這樣子覺得 哇小王死掉了 所以最後是只剩下礦工法師 還有大守護者一起收尾的 剛剛我還以為小王可以活到最後呢 不過依然是存活了非常多的部隊 我們來看一下下一場進攻 接下來這場由鳥哥所帶來的進攻 用的部隊配置也是閃正天女礦珠 這次他用的是無閃一陣 準備要把靠近四點內側的兩座X弩 以及投石機和箭塔 用無閃一陣帶走 現在閃電批了下去 再丟一罐地震 就可以把他們全部都帶走了 這樣子就把四點內側直接挖空了一個區域 那在四點外側這邊是下了雪怪 來把外圍的建築也打掉 這樣子外側再加上內側 就形成了一個非常強力的深層斷邊 三點外側的地方也有先下了法師來斷邊 所以在四點這邊下出來的女王等一下就不會走歪了 會直接從大本營旁邊的這個城牆缺口走進去 用氣球探了陷阱 然後跟上了天使 這個天女等一下會慢慢的靠近大本營 看來是沒問題的 現在援軍引出來了 所以在打到大本營之前 還必須要先處理對方的援軍 援軍是一隻哥倫冰人 還有一隻熔岩獵犬 女王在這邊沒有受到任何防禦劍組的攻擊 所以穩穩的要把援軍處理掉是沒問題的 在大狗要爆開來之前丟了毒藥 然後補上了一隻蒼蠅 穩定的處理掉了對方的援軍 然後女王往前走就可以來打到對方的大本營了 鳥哥友一路都用氣球 繼續的幫天使探一下空中陷阱 現在看起來爆本是沒問題的 準備要開始規劃我們的礦珠部隊進場的路線 在一點的位置下了蠻王 然後在十二點外側的地方下了攻城訓練營 準備要把十二點外側這邊的建築物全部都清掉 現在女王殘血丟了一罐狂暴給他 這裡還被迫開了女王的技能 蠻王也是殘血了所以開了技能 穩定的把十二點外側的建築物清掉了 現在礦珠部隊開始進場 從兩點外側下了礦珠部隊進來 後面跟上了大守護者 小王呢?小王有跟上嗎? 我看到了小王也已經跟上了 用補血保護一下礦珠部隊 先讓他們走到陣型比較靠近中間的位置 準備要來拆掉對方的天鷹火炮 工程訓練營裡面的野豬也已經跳了進來 現在同時吃到了大守護者的無敵 準備要往九點鐘的方向推進了 這裡要同時面對對方的女王 還有多體火塔以及法師塔 所以補血法術是丟了下去 同時保護我們的礦工以及野豬部隊 天使換手跑來幫礦珠部隊補血 女王則是自己落單往九點的方向走過去了 外側有陸續的再嚇出法師來 幫忙把外圍的建築物拆掉 現在我們來看一下小王開的技能 把最後六點內側的這個單體火塔打殘了之後 被他燒死了 不過後面的部隊已經跟上了 幫忙把這個火塔打掉之後 存活下來的礦工部隊數量 看起來還是很多的 哇女王也是順利的繞過來 跟礦工部隊一起會合了 最後是漂亮的拿下這個13本的 閃陣天女礦珠三星進攻 閃陣前戲可以先帶走對方的重要防禦建築物 像是天鷹火炮 或者是投石機火塔等等 也可以先處理掉對方對我們的礦珠有威脅的部隊單位 像是城堡援軍以及英雄等等 除此之外 閃陣前戲對於陣型拆解斷邊 以及礦珠部隊的路線規劃都很有幫助 這些優點加起來 的確是把這個流派提升了一個層次 來到了天女礦珠2.0 也就是閃陣天女礦珠的境界 以上就是這次要跟大家分享的幾場部落戰的精彩進攻 希望對大家會有幫助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我們下次見拜拜